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 我们都听说过一句话叫做 经长一寸,瘦炎十年 古人认为啊,咱们这个经 一个软硬程度和我们的气血循环 和我们的经络循环都是有直接关系的 当我们的经长期处于一个非常柔软 且有弹性的一个状态的时候 对于我们的身体的气血循环 经络循环都是非常好的 但是呢,如果说我们的经长期处于一个僵硬 或者说无力的一个状态 它对于我们的气血循环啊 对于我们的经络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这个时候呢,你的身体啊就会变得很虚弱 各种各样的问题啊 也是容易找到你身上来的 如果说我们多加关注的话 就会发现小孩子的身体柔韧性是非常好的 而且呢,活力也是十足的 气血旺盛 这就是因为他们的经是非常非常柔软的 很有韧劲 我们其实长大了以后呢 尤其是进入中老年的 也是需要保持我们经的柔软 那就需要我们每天拉筋 来保持我们身体的柔韧性 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套 传承自道家的一个拉筋正骨操 这套动作可以帮助拉伸舒缓我们经络 增加我们经的一个柔韧性 让我们的身体的气血循环保持在非常好的一个状态上 让我们更加的健康持久 首先,第一是前臂拉筋 我们需要穿一套比较宽松的衣服 选择一个安静的环境来练习 自然站立,双脚打开与肩膀同宽 然后缓慢地抬起双臂到身体的两侧 高度与低面平行 手掌在垂直与手臂撑开 手指挺直 感觉前臂内侧有拉伸感 我们要放空思绪去想象 用意念去感受 想象自己左右两臂可以无限地去拉伸 坚持一分钟 如果感觉到胳膊肌肉太累的话 也可以稍微放低点来缓解 一分钟以后呢 我们抬起双臂 向身体两侧画弧 一直到举到我们的头顶 这个过程呢 我们的手部动作不要动 只需要用大臂的力量就可以了 举到头顶停住 手指相对 这个时候我们的头缓缓地抬起 看向我们的手指 想象一下我们的手掌拖着天空 我们的手臂用力地往上去延伸 注意胳膊一定要打直 不能弯曲 这个动作也要坚持一分钟 比起第一个动作 是不是稍微轻松一点 坚持到一分钟以后啊 自然放松 第一个动作完成 这个动作可以帮助疏通 我们手上的三一经和身体的肝胆经络 而且能够帮助我们打开胸腔 上背还有肋骨的关节 拉伸我们的肩肘 手腕还有手指的各个关节 还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肺 接下来第二式是疏通龙骨 这个动作需要我们站立姿势 双腿冰龙抬头挺胸 身体中正 把手臂伸直放在我们的身后 双手食指相扣 放在我们的臀部这个位置 然后头向后仰 带动我们的身体向后仰 一定要保持身体的重心 不要栽过去了 我再背对着给大家去演示一下动作 双腿冰龙 身体站着笔直 双手交错在背后 注意胳膊一定是伸直的 然后我们的头带动着上半身 用力的向后仰 能仰的幅度要因人而异哈 仰到后面不需要停留的时间太久 但是一定要有拉伸的感觉 我们就要像蜻蜓点水一样 一下一下的往后仰就可以了 龙骨其实就是我们的腰椎 这个动作能够反向的拉伸我们的颈椎 腰椎来缓解我们整个肩膀 以及背部的疼痛 调节我们的颈椎的弧度 疏通润肚耳脉 还有肝胆经络 并且有助于我们提升我们人体的氧气 做的久了后背潜移默化的 就会告别腰酸疼痛的烦恼了 接下来是第三式扭转乾坤 这个动作是要向右脚分开一步与肩同宽 脚尖平行向前 双腿伸直 两臂从我们的身体两侧缓缓的抬起 与我们的肩膀齐平 然后腰部向左去扭转 我们的两只胳膊哈 还有我们的头 也是随着我们向左扭转的方向 跟着我们左转 想象一下我们的身体就像一条马花一样 我们的双臂延展仿佛能转成我们一根马花 左转到我们最大的一个位置上 我们的眼睛是可以看到我们右脚的脚后跟 如果看不到也没有关系 尽量的用眼角的余光去看就可以了 好 坚持五到十秒钟 然后回正 双手与肩膀齐平 双手平举 然后我们再向右边扭转 头从右侧扭转 看我们的左脚的脚后跟 在做的时候呢 手臂一定要用力 地盘要扎实 同时身体要保持中正 保持身体的直立扭转 而不要因为扭转去做弯腰的动作 或者说我们在做这个后仰的时候 这样也是不对的 身体的中间这条线要保持中正力 把腰放松 旋转的时候呢 腰也要用力 那我们的呼吸一定要自然 气沉单甜 唇尖 坠肘 转腰的时候呢 你会感觉到腰部有微微的拉伸感 有酸痛感就可以了 不要过度的去拉伸 就是说呢 我们不一定非要追求眼睛能看到你的脚后跟 看不到也没有关系 看看自己的身体能转到什么程度 咱们尽量去做就可以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背面的动作 双脚打开与肩膀同宽 双手平距在我们身体两侧与肩膀同高 然后首先先往左侧转腰 再换右侧 手肘随着我们的身体的转动是非常轻松的 成一个自然弯曲的状态 在身体的两侧注意不要弯腰 保持身体中轴线的直立 左右两侧各做一分钟 也就是说这个动作 我们连续做两分钟 就可以帮助我们的强肾 因为有扭腰的动作 还可以帮助我们畅通戴脉 多脉以及弹筋 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教学的这三个动作 动作110给大家讲的很详细了 做这个三个动作呢 我们的速度一定要慢 动作一定要做到位 以免突然的拘劣运动扭伤到我们的筋骨 得不偿失 我们也可以先慢后快 做完这三个动作只需要五分钟左右 如果大家还是记不住的话 记得把咱们这个视频点赞收藏起来 下次做的时候直接把视频打开去练 巩固记忆 做个三次五次 基本上就可以做的把这个动作内容滚刮烂熟了 刚做完一遍以后 我们就会感觉到我们的胳膊上有一股股的热流流过 胳膊手臂也是得到了拉伸 腰背仿佛不再有一身僵硬的铁板了 浑身上下热乎乎的 练的时间久了呀 我们的身体柔韧性也会循序渐进的提升 颈椎腰椎都会扭动自如 平常走路跑步啊 都有种身轻如燕的感觉 身体特别的舒服 就是因为效果特别的好 所以非常推荐你来练习 好了 以上就是咱们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觉得对在座观看视频的您有帮助的话 欢迎积极的点赞 收藏 转发 激励我们产出更多优质的视频内容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健康幸福的生活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啦 感谢大家